它的营养是保存的最好的 六年 三年 五年之内把它吃完哦 因为超过五年之后啊 它肚子里的多糖体啊 人参造肝这些有效成分啊 它基本上都挥发掉了 这个时候您再吃啊 就跟吃树枝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哦 家里有粉光参的 快到五年了怎么办 吃掉 赶紧吃掉 超过五年了呢 赶快蹲掉 赶快蹲掉 生产团有个阿姨她说 那我拿去送给我们领导吃吧 反正包装还没有拆 我说好吧 虽然这样不太好 所以哦 家里有粉光参的 五年之内一定要把它吃完 这个是它烘干的第一个原因 好保存 还有一个原因哦 我们在台湾啊 粉光参是给大人吃的多 还是小朋友吃的多啊 小朋友对不对 但是哦 这种新鲜粉光参 它比较寒凉 如果您给家里的老人 或者是小朋友 给它们不停地吃西瓜这些东西 它们是不是容易烙赛啊 所以哦 这个是它烘干的第二个原因 把它的属性从寒凉性变成温乎 这个时候啊 您再给家里的老人呢 或者是小朋友吃 就不会对它的肠胃 造成任何寒凉性的刺激 这个啊